如果是由特定團體去選舉 它會不會又變成一個特定團體的地畢代表 那如果是由前名氣選舉的時候 那它跟那個名義代表的公平是怎麼樣 就是說名義代表的所有的地畢 它由前名選舉的時候 也是會在公平團體上面產生 那它跟那個名義代表的那個前線是怎麼樣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說我市長 他的名義代表比較少 那他會不會用公平團體的力量 來壓制這個名義代表 那變成說反而是由前名選舉的名義代表 他的權力受到限縮 然後他是由特定團體選出來的公平代表 他的權力是因為那個市長的那個克力 然後變成說又是另外一種 就是沒有前名代表的 就是說會有這些問題 那因為我上一場就是聽那個 就是說這種場議是預算 就是說在別的國家也有實行 那在巴西實行的最高 但是他實行的聘不成功 那如果說一個在國外那個發展 不是很成熟的一個制度 那如果說它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那引進台灣 那讓效益可以抗爭 但是如果他在國外執行的 並不是很好 那把它引進台灣 那這個在邏輯上面是不是有點問題 所以是不是我們用現行的制度 現行的那個名義代表 他的預算更透明化 然後不要再去做一個陌生的制度 下來可以引起的共同會比較少 所以要跟我們也很深入到 你先深到裡面 這個正是我們這個陳景季先生 他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將來要討論的 我必須在這邊聲明 這個是我個人的概念 我認為蔡女士預算要討論的 那個公共設施的實施的範圍 他們在專業的領域裡面 叫做那個所謂的獸醫範圍 就是說一個工程 如果很大 我覺得不要去討論會很困難 我們比較適合那種比較是小規模的 跟民眾自己的比較貼身的 那個才討論 像國外的有些影片 他就講說我們社區到底要不要蓋籃球場 我們的社區到底要不要做什麼 就是一個小範圍 太大範圍就像你剛才所講的 對 我們要到底是不是要選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原來就已經有民意代表了 這個第一個就是重複的問題 第二個選社區團體 就是我剛才裡面最後講的一個相關問題 不要被某些那個利益團體所怎麼樣 討論給人 哪些人有權利去表示 那個過國有他的過地方 我不是說過國 因為過國也沒有統一的方式 我就去日本有一個都市 什麼我忘記了 他是在那個車站 在那個調查 而且要表示意見的人 他要說他有繳稅證明 這個是要繳多少稅 這個我不見得是同意的 因為是說只有繳稅的人才能表示意見的 這個我不見得是同意的 可是日本有一個都市就有這麼做 在韓國他有一個故事 好像是很酸吧 他就是說 他比較偏向於說 有更多的代表 去在籌編預算的時候 某些東西可以讓他們去發表意見 然後政府會修來了以後 用大家來討論 我比較偏向於在台灣的時候的 比較先做那種 就是那個規模 受益範圍比較小的 只要具有一個小區域性的 不要大區域性的 那大區域性的話 因為牽涉到是哪些人 去表示意見 選代表或者容易被作用 而且我們的輿論也會怎麼樣 就變得逝逝而非啦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將來我們 因為我這個是還是要送居住 有沒有 就是說還是要併到那個市政府的預算裡面去 所以在那個市政府的預算裡面 將來應該是說 民眾很多民眾很多團體 或者某一個LOGO選出來的 提出來 這個地區提這個計畫 這個地區提這個計畫 這個團體提這個計畫 那個計畫的時候 送到一個委員會去評審 還優先順序 幫我經營的完結機 所以我們在評選 那個優勝的 比較具有迫切的 大家認為重要的 他才把它類似出來的 就變成說有一個團體去評選 也可以這麼做的 不過我剛才講的一個原則 不要太受益範圍規模很大的 我倒反而覺得是用公投的方式 所謂公投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不要談那麼的細節 說要花多少錢 要怎麼做 就是我們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合適 要不要做敘宏池 要不要做這個所謂的 那個沼澤地 因為他那個籤的範圍比較廣 但是不討論 這樣做大概是怎麼樣 這樣做大概是怎麼樣 是類似公投的 不要講那個 因為參與式預算是講說 這個錢被開哪一個項目 這個錢要開哪 這個錢要花在哪個項目 這個錢要花在哪個項目 我比較偏向於說 那個受益範圍比較小的 那這個就是 公投排名的就是說 有一點像地區性 講得更卡白一點 有點像人民公社一樣 大家要這樣掛定 就是像那個 像以色列成肯氣那樣的味道 大家來掛定 但是那個項目不要說是 是那種範圍很大的 範圍很大 你要找誰來表示意見 那個協商成本很高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因為每個國家 我們都說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同一個國家 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樣 只是說 因為要怎麼樣去觀點 或者它的過程怎麼樣 我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態 然後這時候我們來慢慢的來討論 不曉得還沒有其他 那位先生 看我到底謝謝 但是 那什麼 我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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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